1972年9月16日 在意大利著名的水都威尼斯 數以千計的群眾聚集在運河旁邊 迎接教宗保禄六世 保禄六世是172年以來 訪問威尼斯的第一位教宗 保禄六世在6小時的訪問行程當中 呼籲世人協助挽救威尼斯 這個逐漸陸層的城市